電影好了 The movie is excited 還是 exciting 呢? 你想 電影是令人興奮還是感到興奮 電影我不會自己說 我好興奮啊 不會嗎? 我也這樣說了之後 say How How is excited 喔 他好興奮 今天要帶你看到的是 八個台灣人最常犯的英文錯誤 第一個 我很喜歡 I'm loving it 不對 那另外當然的廣告開始 我很喜歡 直接翻成英文會變什麼? 會變成 I very like 但是這個當然完全是錯誤 那英文的呢 我很喜歡到底要怎麼說? 應該是 I like it very much 這個才是正確的 那這個不只是小朋友會犯的錯誤 就連大人有時候一緊張都會說 I very very 什麼 我很怎麼樣 小心 前往都這樣用 應該是 I什麼東西 very much 才對 第二個 他死掉了 沒錯 小朋友都很喜歡在那邊GG來GG去的 死掉來死掉去的 那最常聽到的就是說 He is died 這個錯在哪裡呢? 你想 die它其實是一般動詞就跟什麼一樣 就跟跳舞的dance一樣嘛 都是一般動詞 所以你會說 He is dance 不會啊 那你為什麼會說 He is died 是不是 完全沒有道理嘛 所以呢 他死掉了 其實只要怎麼說就好了 He died 就是這麼簡單 He died 因為英文裡面只能有一個主詞 一個動詞 如果你又說 is又說 die 這樣就有兩個動詞 這樣就 撥破了 那除了He died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說法 就是用 Dead這個字 Dead它是形容詞是死掉的狀態 那形容詞要怎麼用? 我很帥怎麼說 大聲說的就是 Michael is 沒錯 跟著我一起唸 Michael is 所以在形容詞前面 才要加上 D動詞嘛 所以他死掉了 用Dead這個形容詞 就要說 He is dead 第三個 想睡覺 這個真的是Effy 每天的寫照對不對 那想睡覺 想睡 用的是 sleepy 沒有錯 sleepy 那為什麼這個很容易搞混呢? 因為光想睡覺 還是睡著的 sleepy 還有asleep 就要很多人搞不清楚了 sleepy就是想要睡覺的 那asleep 則是睡著的 更麻煩的是 搭配他們的動詞也有一點點像 所以如果你說 我很想要睡覺 你用的動詞是 feel 感覺到 感到 所以我感到 好想睡覺 我覺得好想睡覺 要用的是 I feel sleepy 那如果是睡著的 asleep 它搭配的動詞是 fall 跌倒的那個 fall fell fallen 那個fall 所以我昨天10點睡著 I fell asleep at 10 last night 注意 fall asleep 睡著 還有 feel sleepy 知道了嗎? 4 缺乏想像力 那這個呢 是什麼樣? 這個在商業寫作的時候 特別要注意 你可能要說 對方說 你這個東西缺了什麼 你不想要用 you don't have 這種爛句子嘛 你就會用一個很 比較厲害一點的字 叫做 lack 那很多人呢 會寫成 he lacks of imagination 那注意這個是 錯誤的 因為lack 當它當動詞的時候 後面直接接 缺少的東西就好了 比如 he lacks imagination 這樣子就是 他缺乏想像力 你就說 奇怪啊 明明我在電影雜誌裡 都有看到lack of 這種用法 那他到底是什麼呢? 那lack of 這個lack 它變成一個名詞喔 所以呢 如果你要說 我缺錢 你就可以說 I have a lack of money 這樣子 我有 這個缺錢的問題 對啊 真的一直是一個 我覺得蠻嚴重的問題啦 第五個 我好無聊 I am boring I am so boring 這個其實是 錯誤的 在這邊呢 給大家一個小訣竅 形容詞常常會有兩種結尾的 分別是 ing 還有ed ing 你要記什麼呢 你可以記 令人...的 那ed 則是 感到...的 所以boring 就是令人無聊的 bored 則是感到無聊的 所以應該不是說 我是個好無聊的人 你們看我的影片都不會笑對不對 應該是說 I am boring 我感到無聊 其實有一個東西想就很容易了嗎 例如電影好了 The movie is excited 還是exciting 你想 電影是令人興奮還是感到興奮 電影我不會自己說 我好興奮啊 不會嘛 我也這樣說了之後 我會說 KaoKao is excited 喔她好興奮 第六 男生 女生 傻傻 都不清楚 2 雖然說我們中文裡面的 你跟他都有女字旁的 但是發音怎麼樣 現在的發音是完全一樣的嘛 那英文就不同喔 英文的女生的他 就是she 男生的他就是he 那因為我們母語呢 都習慣用什麼 男生的他為主 所以我們常常會把女生的角色 講成he 例如 My mom is 40 years old He cooks dinner for me everyday 所以他就會把媽媽講成那個he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比較習慣用那個男生的他嘛 所以這個是要特別小心的 第七個 忘記加s 最常見忘記加s 當然就是第三人稱後面的動詞 就是忘記加s 還有 複數的時候忘記加s 但是你知道嗎 有的東西 除了這兩個之外 也是一定要加s的喔 記得嗎 記得那一天了嗎 不記得的話 趕快點這邊的資訊卡去觀看吧 第八個 主動被動 那在我們中文裡面呢 我們其實常常不會把那個被說出來 對不對 電影發行了 電影10月18號發行 但是電影其實是被出版社 或是被電影廠商所發行 我們都不會說那個被那個字 但是呢 其實只要用邏輯一想就知道 到底是主動還是被動吧 應該吧 應該沒有那麼難吧 但是呢 我常常會看到學生做一張寫 I am done homework 你被你作業做掉了 你作業這麼猛會把你做掉呢 我真的每次看到都覺得很崩潰 可以認真動點頭腦寫嗎 怎麼可能會被作業做掉呢 那以上呢 就是我在補習班最常看到的八個錯誤 還有什麼你常看到的英文錯誤呢 趕快的下面留言 讓我們知道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希望我們可以讚 並且分享給你的朋友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每週二五晚上八點都有新影片 英文一開關 英語真簡單 See ya